Hello 大家好 莎姐 那天跟議員助理聊天 原來有個小朋友也讀會計 我們說的是粗口的問題 有時候他的兒子可能跟人打遊戲機 打得興起都會有一句半句粗口出來 他就會罵他的兒子 他就會這樣跟他說 一個讀設計 一個讀會計 他說如果你出去工作 你是客人去到那間會計師樓 或者是去到那間設計公司 你一見到員工不斷粗口難事 你會不會掉頭走呢 你會教導他 所以今天會講一講究竟 會計這行是怎樣 都很久沒講 因為之前經常黑暴 我都沒有怎樣說 再次講一講 其實會計有幾隻 真的有幾隻 看你想做哪隻 其實會計有兩隻 有一個叫Practical Practicing 有一個就是沒有的 有Practicing 就是現在的核數師 可以簽名的 即是幫你核數 都是叫會計師 但那隻可以簽名是核理數 即是體理數 另外一隻會計 就不可以做的 我們先叫可以簽名核理數 我們叫核數師 方便大家去區分 方便大家去區分 會計師 真是做會計 就是你公司幫他做那盆核 做那盆核 而另外 你做那盆核 為何又要被核呢 無限公司就不用被核數 因為他所有東西 都是自己背上心 所以就不需要核 而有限公司 就要有核數師 為何要這麼傻 其實就應該這樣的 這些事情 就應該稅谷做的 但稅谷 難道下下走來你公司嗎 但你把所有文件 上去稅谷 稅谷和你核 沒有可能的 所以把這些事情 外判了出去 這些事情就是外判工作 是不是很聰明 這些叫外判工作 把這些事情外判出出去 就叫你這班 能夠簽名的核數師 去揹票 有甚麼事 我們經常聽到會計師釘牌 就是這些核數 很少你幫人做數 會被人釘牌 真的幫人做整盆核 很少被人釘牌 核數那個才被人釘牌 因為核數是有責任 基本上就等於你銀行擔保人 而他就是會計擔保人 我檢查過你的數 是沒有問題的了 所以稅谷就順利 我就不會特別檢查你的數 我就會基於你想的數 來收他的稅 所以如果有甚麼問題 核數師是要上身的 但現在當然 核數師都可以有限公司 不知不解 以前就是醫生 下面看醫生那些 律師行 會計師這些 基本上是不可以開有限公司的 但現在都可以 不知不解 真是不知不解 這麼神奇 因為無限公司 你要上身 你可以傾家蕩產 不是 是直接傾家蕩產 賣樓賣車 你都要賠給人 但一有限公司 就不需要了 我10萬股 我給了10萬元出來 然後賣光你的公司的資產 就算了 等於蘋果賣光你的公司的資產 就算了 你股東是不需要上身的 好了 至於 有甚麼分別做會計 和核數有甚麼分別 前途是怎樣 我先說做會計 其實會計有分兩部分 一種就是全設 應該這樣說 會計是很複雜的 真的很想死 我盡量簡單 大家慢慢聽 首先會有兩種 一個就是公司你自己請的會計 一種就是交出去給人做的 有些就是會計私留 他會專門幫人做會計 即是做數的 為甚麼要這樣 不是每個人都請得起一個會計 大家知道 一個會計 就是一萬多兩萬元 便宜是一萬多元 但那些一萬多元 那些不懂得做全盤數的 莎姐這些高手 打了折頭都要接近兩萬元一個月 一個月兩萬元 你十二個月兩萬元 你十二個月兩萬二十四萬元 加上NPF那些 即是二三十萬元 即是二三十萬元 我怎樣盈利 你要搞清楚 我現在這個花費二三十萬元 但即是我要找到二三十萬元的盈利 你才可以養一個會計 但如果我交出去這些會計師樓 把文件訂給他 我給你幾筆 很高的 有些文件少 可能一年才收你 一萬幾千 你文件多些 兩三筆已經很多 我給你五筆 好不好 你和二三十萬元 五萬元和二三十萬元 你是欠四至六倍 所以有些小型公司 就會訂出去 還有會計師樓 即是這些專做會計的數 理論上是應該專業的 理論上是應該專業的 實際上他做成什麼 我不知道人家 大哥 不是每個人都是莎姐 理論上是專業的 有些人就會相信這些人 還有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不想讓我公司的員工知道 我公司賺多少 蝕多少 所以很多時候 他就會找一個妹妹仔 或是會計文員 將這些東西 分析好 然後就放過來給我們做 因為他不想讓公司的員工知道 公司賺多少 蝕多少 也有些公司是請 會計師樓的人 去幫他開票的 每個星期去開票 檢查東西 因為他可能公司的東西不多 可能每個星期去半天 幫他檢查所有的東西 開票 然後每個月就幫他賣個數 也有的 另外一種就是公司自己請會計 自己請會計 看你公司大還是小 如果公司小 可能是一人和五人 請一個真的懂得做完的事情 做完整盤數的會計 然後直接交給核數 災了 所以為何你總被聽到 全套預約 是你自己可以買完整盤數 但現在科技發達 要賣完整盤數字是不難的 但你會不會賣完整盤數字是另一件事 因為電腦會幫你做另一半 只要把所有資料 把所有資料都入到電腦 把你的發票 即是售貨單都入到電腦 他會自動幫你把利潤表 資產負債表 那你不需要懂得做 但如果你真的懂得做全身套簽證 你可以去到你自己懂得再高一級 即是認識數字不是最高 而是再高一級 你可能懂得預算 再高一級 你不單是懂得預算 而是懂得預算 正如莎姐經常跟大家說 我每年都會幫一間業主立我法團去預算 所謂預算 究竟現在我們未來 需要加股地費呢 因為業主立我法團 你知道 它不是一個老闆說 你每一戶都是業主 每一戶都是你老闆 你就要令到這班業主滿意 所以其實是難度有的 難度是有的 而且你預算 高手來說 你預算的錢 你預算的錢 和你真實 真實會花的錢 是不會相差太遠 有些人很傻的 他預算很多 預算多一點 不用怕 但是如果他面對這些 不是盈利的機構 就算盈利機構也好 一個真正的會計高手 他預算的錢 和他真的花的錢 差很少 這些才是真正的高手 如果你說我預算花100萬 現在花了80萬 其實這些是差的 因為你預算的錢太多 這些是比較差的 所以再厲害的當然是預算的 這些高手 這些高手 再懂得玩東西的 就會懂得和銀行交易 懂得做一個 是否應該說呢 算了 說了大家都可能 只有一個資子 就是你知道銀行怎樣才可以批貸款給你 而會計只是一個 很多時候都是擺位的問題 你怎樣去擺 你知道為什麼要玩橡筋嗎 因為有少許心虛 有少許心虛 你怎樣去擺位 其實就是 可以影響了你整盤數 是大家不會看的 有些銀行 如果你想要借錢 某些位置你怎樣擺位 是很影響借不借錢的 下次有空才跟大家說 這些就是會高級很多 而薪金也會差很多 即是懂得避稅 即特朗普下面那些 懂得走稅 那些也是薪金相差的 當然有些薪金是低的 就是他不懂存款數 他只懂一部份 可能我只會負責開支票 因為有些大公司 只開支票去賺錢 都夠你玩一個月 入數都夠你玩一個月 那些就是靠工作量 即那個數量去賺錢 這些就沒有什麼技術可言 是稍為所謂的 你只要不做錯事 不入錯事 這些技術 就沒有什麼要特別用腦 如果好像我剛才說的 預錢 那些怎樣跟銀行談 怎樣擺位 怎樣去避稅 避稅是犯法 避稅 這些就是技術性 如果你說賣整盤數是技術性 如果你說去到銀行 還有一些古古怪怪的 是技藝性 是藝術來的 那些就真是很難說的價錢 如果不是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李嘉誠下面那些會計師那麼貴 你想來想去都不知道它貴不貴 那當然有它的價值 你想一下 下面那些都是八萬年薪 千萬年薪的 為什麼會這麼貴 就是因為它幫它節省的錢 不止這個數 肯定是這個數的十倍以上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每個行業都有點不同 會計就是 有些人會說 數學不是很好 其實會計基本上 沒有數學 真的沒有什麼數學可以 因為我發覺我入了行那麼久 都是價減成罪的 我以前讀理科的 有些AMED那些 計舖密線 我現在碰都沒有碰過 送回給學生 都不要說這些 另外以前學些什麼 我出來做事都沒有碰過 叫什麼鬼 什麼N的幾次方 那些 像什麼鬼 大哥 根本是沒有用過 你只要用一下 都是加減成罪 你只要不是一個 對數字有恐懼的 沒有密集恐懼的 為什麼有密集恐懼呢 因為你來來去去到1至0 10號1至0 你不會打錯 你對數字敏感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人對數字真的 不要說不敏感 他簡直是 對於這些數字有點混亂 我真的見過 他明明是3字 他都可以寫了6字 這些對數字有點混亂 當然是不行 但如果正常沒什麼問題 你加減成罪 你又不對數字有密集恐懼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要想到 好像賣全盤數 真的跟別人硬硬硬硬 那些 你當然要有在這方面的專長 但如果你說純粹在下面 賣完整盤數 又不需要去分析 不需要去分析 那些 一般人正正常常 腦子沒有什麼問題 都做到的 都做到的 當然會計是一個 你的價錢 價值在哪裡 除了剛才說的能力 技術方面 第二個就是你的經驗 每一個經驗都是值錢的 每一個經驗都是值錢的 因為會計比較繁複的 有些人會選擇一些 做開他的行業的人 他才會選擇 例如他做開制衣的 有成本通制的 他會選擇一些 做過制衣的 有成本經驗的人 他才會選擇 有些做購入辦公室 即是一買一賣 他都會選擇一些 做過購入辦公室 確保利息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行頭會計 我知道你做過什麼 我知道會分析你 但老闆不知道 老闆只是會做生意 他不會做會計 如果他會做會計 就不用請你了 所以他通常會請回 你在同行有經驗 所以門路是否會較窄 是的 當然大公司的部門小到 媽媽都不認得 他會否在乎你有這行的經驗 也不會在乎 因為他可能小到 只是出糧 都幾個人 只是出糧 都幾個人 可能只是找數 都幾個人 找給Vender 找給供應商 都幾個人 那些工序可能分得很小 可能你找給供應商 A至E就是你負責了 或者找給供應商 那些大的供應商 就是一個比較高級的文員負責 你就負責一些小的供應商 可能是這樣 已經小到這樣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會在乎你的學歷技術 有什麼學歷技術可言 已經小到變成肉象了 你還可以怎樣 那時候 大公司通常是考你的人品 你走出來 可以不可以 會不會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會不會經常說粗口呢 尤其是大公司 有很多閒雜人等會經過 你會不會被 你以為那個上司已經很大 對不起 原來上司的上司還在到處走 你不認識 可能走過 你以為那個是普通閒雜人 誰知道原來不是亞太區總裁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會看你的性格人品多些 反而你的工作表現 它是沒有這樣看的 所謂的工作表現就是 你不是說 我是會計天才 你天才都沒有用的 你都是做一個打姊妹而已 反而你能不能夠 跟公司的人合作 會不會惹是非 會不會講粗口 這個反而是他們 大公司著重的 而小公司就會著重 有你的能力多些 當然 你有能力也不代表 你是可以 就街上罵人的 但是 可能你穿得比較 casual 小公司就沒有那麼在意 大公司 你可以穿casual 但是你不可能 是牛幾粒幾 你都會有個抱 所以 不同的狀況 就沒有說 好像一些 可能是自己公司 或者是一些 某些行業的 會計是分得散 因為你要知道 每一行都要個會計 但是每一行做的事情都不同 所以每一行需要的會計 那個人 亦都可能會有所不同 就正如我以前 見過一間公司 他是做工廠的 接著他就說 喂姐姐 你做開中環金鐘那些 高檔 我們這裡 很蹲蹚的 你看看那些同事說粗口 你定不定得住 就這樣串 亦都之前有個同事跟我說過 之前他公司都有擔心過 那時候是一個金融公司 因為他之前是幫爸爸做廠 他們亦都擔心他英文不行 這個就是 你想怎樣取向 因為老闆是會看的 每間公司有不同的取向 這個就是純粹我小小的會計分享 如果大家 大家還想知道什麼會計話題 可以幫我留言 那我就下次跟大家說 OK 這次就這樣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